大家好,现在又是2点多钟,11月11日 刚刚提出了重化的试集片 很快就已经上载到,完全没问题 但不知为何,昨天早上的试集片 到现在还没做到出来 现在还没做到出来 真是不好意思,如果大家要看试集片 去我Facebook找一找 接下来的试集又很神奇 不知为何,现在还未有资料 连段速时间也未有 有五组大集,要大家逐一逐一逐一看 我都尽量去 用辛苦的方法去谈论这五组集 但如何都好,我都继续努力 和大家看一下第一组集 第一组集,最高分是128分的福日 是1200米集,看它的时辰如何 八档开我,福日就八档 准备妥当,施集第一组来的1200米 起步,跳一跳慢了,是艳艳完碎,幸运旅程都不快 前面快点就比较低分,52分的威风传奇 今天都有很多枯,灭枯,鼻枯都有 第二位的位置是智勇神区 第三位粉红就是黑衣,日日美丽 铁蓝升之宝,最出周进落的座騎 彪之未来一路骑上去 中间黄衣服日,拍着幸运旅程 铁蓝尾衫艳艳完碎 暂时后面的两个白衣 速递骑兵和他扣女 蘇绍辉士的夏威夷 转弹中间过六百米段柱 前面还是这只威风转騎 带了两个马威,领着马群入直路 进占第二,走着外档上来 彪之未来,拍着智勇神区 日日美丽,跟着他们 复日都兜大湾上去 圆蓝追就升之宝 马临中间红衫艳艳完碎 拿出来追下马 就幸运旅程拍着速递骑兵 夏威夷又退了去爆尾 最后二百多米 前面彪之未来就一直骑着 外面复日拖着铁蟋都上来 里面威风转騎都未散得完 外面追着速递骑兵 接近终点都是复日赢出了大集 第二,飙之未来 里面威风转騎顶回着第三 第四,智勇神区 里面贴栏的星之宝 外面知识三行运旅程拍着速递骑兵 艳艳完碎中间拍着扣旅 使者就日日美丽 包着美丽是夏威夷 这些货集我重新看一次 时间是1分10秒25 时间正常 但你看到复日这么轻松 威风转騎 这只52分马 尼迪很适应 放出来后,快时间 前快后快 最后52分马 低人大概80分 他真的试得不错 我会给9分水准 星之宝回来不算很多 8.75 勉强幸运旅程 明显没有去年比8.5 我会给8.75 因为中段有少少走势 但按住后不让你看 好像有生气 但只需要8.75 自用神区 这只Agnes Go的儿子 巴西的75分PP 看到他 跟着前面回来 不算很多 8.75 日日美丽 这只Beauty Inspire 在外地 最麻烦的一件事 就是去入闸起步 但现在的马 已经纯畅了 起步 起码好一点 但力水上还未够 可以再好一点 看看这只三岁 看看会不会还有进步 看上去应该不太差 两岁的时候 但现在来到香港 看到他的头 还未够力水 所以给8.5 幸福老王 我想给9.25 给不到9.5 因为 算了 给9.5 真是很健康 很健康 很健康 拉住 拉住 都可以这样回来 过一只二级赛的标志未来 当然 先给9.5 来到香港之后 是最健康 反而标志未来 好像真的跑不回 在弯位要给住 也是勉勉强强 过中点之后 那只威风传奇 要拉住 才能收听不到 感觉上那只威风传奇 但标志未来也要给9分水准 是有状态 但是真是跑不出水准 速递奇兵 有分利 所以追下去是有点小 但可以再好些 如势不算好 强比8.75 华威尔 不给评分 包了到尾 都没有试试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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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进度 幸运旅程 试得一般 升之宝 我一直都觉得那只马不太好 不知道为什么马逢 我觉得他很好 威风传奇 试得很好 特别留意外来的 好看完第一组 看第二组 大家好 大家好 在Facebook那里 我开开新的标准和新群 之前那些赛马 帽子或者那些马会帽子 全部被删除了 因爲什么原因也好 我也不再去深究了 可以去Facebook找我 马逆先 还有开个群组 叫做赢钱又赢面 欢迎大家用你的真身加入 大家聊聊 不要那么闷 第二组集最高分 110分 重草成名 时间1分10秒03 快时间来的 蘇绍暉接手下重草成名 起步的时候稍微慢点 就是最后入阶的迎进天下 前面我为你这份大集都快 放在前面放 重草成名的外面第二 中间第三位小宝 两只很近的 夹着知识三个叫金池潘顿氏 中间创科盛世 贴栏位置 黑衣扬威四方 抓住在中间那只飞跃平山 大外档黄衫起预保 在最后四位置是连连封胜 中间白衫赢尽天下 外面黄衫那只 是马主洪峰 贴栏包了六尾 另外一只黄衫 当年程 转回中间的时候 前面我为你贴栏放头的 金池守住第二 一对高分马分裂三四位 外面那只重草成名 贴栏位小宝 中间飞跃平山走上去 后面就起预保 中间创科盛世 拍着这只赢尽天下 贴栏位置 当年程 外面按住 站高半身 连连封胜 后面退到包尾 马主洪峰 最后200米 前面金池 就已经压过了这只 我为你 一只 双双就一对抛掉了 韦小宝 在第三 第四 飞跃平山 外面重草成名 接近终点 金池第一 第二 我为你 飞跃平山 和外面重草成名很近 过终点飙上去 就是当年程 深蓝衫 韦小宝 拍着黑衣 阳威四方 外面喜遇保 大我当年年封城 赢尽天拿白衫 后面两只 马主洪峰 和创科盛世 他召召马 真的很有趣 过终点 还未召召 浪费了几秒时间 但听上去的 节奏好像很好 一档马 这只是阳威四方 Diffield 但回来不算很好 虽然快时间 但我面试他8.75 看到他有点走势 有点进步 但跑7次未能过 当年程是CityScape 这只 亚根廷马 尼迪一定很叹 狀态 狀态 预势挺好的 8.5 留意进度 创科盛世 回来不多 这只Marshihara的儿子 Marshihara 应该说 不一样 可以好些 我认为8.5 迎进天下8.5 今年我都说了几次 狀态真的不够 飞翼平山在前面 反对大意外 要骑8.5 马主洪峰在很后回来 我想要给他一些时间 好似未够 不准评分 我为你 下线 上线 上线 快时间 轻松 我会给9分 水准 来得不错 荔枝会叹的马 草地也不排除 连练锋性 全程在外面 但他现在在三班 要进步 一点才行 但看见他轻松 8.75 他也站高身 刚才听到 轻松 韦小宝前置 但回来要骑 我觉得好像没有之前 那么符 所以要给8.75 金池 这一只 是荣志健先生的马 潘顿氏 看见他的头 很肯走 比起之前肯走 很多 当时升高得个儿子 下线是Severview 草地来地也没问题 64分 应该有水位 我也是会给9分水准 从早成名全程按住 但是比起我预计 他没有试得那么好 我以为这只马会轻松地追过 但结果他也不肯追马 我算了 只要给9分水准 他有作战水准 这些货集不试给你看 起预保 这只马也是跑不回 上年也说了 上季季尾的时候 1400马 1400马是1600 但这只马好像谷爆 不给评分 看完两组集 看看第三组 来到第三组 来到第三组 最高分是66分的 神舟浩浩祥 1分1277 偏慢 第三组 来地的千二米 最后入集 是红衣的开心高球 准备妥当起步 都上算几齐 中间稍微慢些 就是側身些 那只黄衣的活力多多 和美丽多型 组段落脚比较慢些 在后面 前面快些 外面 红黑直尖 神舟浩祥 大外档 紫色衣服 长发 貼蓝第三位 开心高球 年少有威 带着避窟 尹马根 守着第四 貼蓝黄衣 龍的风彩 中档位置 红衣 红尊勇 同时 外面有幽游盒 美丽多型 走上去 拍着恒俊之寶 背三位置 聖神威 背以聖出魅力 包着尾都开始开边 认真骑上去 活力多多 差不多转弯 要入直路 前面开心高球 和神舟浩祥 一对并投领方 守着他们后面 年少有威 在他入面 龙的风彩上去 移了出去 中档追 红尊勇 恒俊之寶 开始骑上去 美丽多型也追 后面聖神威 一路跟马 圆栏追 胜出魅力 后面活力多多 追 幽游盒 以包着尾是长发 接近终点的时候 神舟浩祥 都叫放到 贏出了大集 年少有威 第二龙的风彩 第三 入面开心高球 外面黑衫美丽 多型走上去 后一层 中间红衣 恒俊之寶 外面聖神威 大外档 红尊勇 胜出魅力 中间追 后面那只 黄衫 活力多多 后面那两只 幽游盒 和转钧湾 中间都退 就像是长发 好了 又要再来过了 首先讲讲 这课集的时间 1分1277 不算快 一当马龙的风彩 跟回来 有点点走势 弱桑 下线Tale of the Cat 要松车给他走 我给8.75 恒俊之寶 未得 8.5 开心高球 跟到前 很轻松 下线Tessarossa 特别是厉害的 应该是厉害的 厉害的 厉害的 不差 很急密 我会给8.75 美丽多刑 这个ISG Dark Angel 试得不错 8.75 初起 初起阶段 我觉得 四班应该可以吧 但是 来得不错 古东尼练马 当然是一流 连少有威 暂时未会赢 但是他试集 经常有好好的走势 例地 比草地的马 我会给9分水准 这只马 跑1200米 应该又赢 乘出魅力 明显没有上季那么好 8.5 我暂时给他 聖神威 是Fiorante的儿子 然后是洪孙勇士 全程躲得确实 看到苏兆辉 这只马 应该挺好 而且 不一定像同库马 要那么长 1600 6800会好些 来得不错 夏线的ERD 会得出 随地可以 一出便跑一场 1650米 用冷门 例如下 这个连尬 当时他试得很好 捉到实在实 雨势很好 现在给不到9分水准 但是 8.75 难以留意 回力多多 这个种是很贵的 但是 没有足够 其实 不会挺多的 红尊重是 外面 少少走势 52分 没有平分余势 8.75 神州好 第四部場是66分,只是贏一場普通賽事 但不知道為何他表裏賽馬的第四名給66分 第二名當然厲害,I wish I win,贏了Golden Eagle 但之後在Hawksbury Guinea正常場地是不行的 可能濕地和泥地會好一點的馬 正常場地是不行的,叫Hoodlum 我當時看過這隻馬就覺得很一般,好像是濕地馬來的 看來香港之後會不會好一點,是Fernances的仔 我覺得應該要給他一點時間 即是熟一點,但回到來未夠,很明顯是8.5隻 長髮沒有東西給你看,POWER仔沒有東西給你看 兩隻馬都未夠,我想要遲些 看完三組,看看第四組 第四組集,又是1200米,最高分是52分幾隻 1分1262,正常編慢時間 王奇重新舉起,市集第四組也重新準備妥當 開閘的時候,逐步贏就來個大晚閘 平山新星 嘉莉的座棋在尾二 看前面,曉贏就拍著大到字簡快 大外檔,藍衫天分高 中間第四位白衫粉藍舞,勝利忠聲 拍著扣女海王區 在外面位置,轉兩轉 紅眼罩六三,日輝王 尾五的位置,是這隻大面窟的日日有 裡面拍著金樽一號 後面三隻,有力自己捉下來 拍著它裡面,平山新星 暫時包到尾,就是出閘大晚閘的逐步贏 過六八米段處,前面天分高 在二搭,佔先一點 拍著裡面,曉贏 外面有一隊上來,日輝王 轉兩轉,中間大到字簡 圓蘭追跌海王區 中間金樽一號都不要,拿出去 就捱一捱那隻,勝利忠聲 大外檔日日有 馬嵘中間平山新星追,移到包尾 是有力,逐步贏都過了 最後二八,前面曉贏又過了一隻天分高 雷尾馬中間上來就是海王區 中檔為節日輝王 金樽一號都猛站起來 接近終點,海王區 終點線前就力壓這隻曉贏 天分高第三,外面金樽一號 紅眼罩第四,另外一隻 紅眼罩六三,日輝王 紅衣日日有 中間位置,白衣,勝利忠聲 轉兩轉,平山新星走上去 大到字簡,移到 外面粉藍衣,有力,包了到尾 逐步贏 後面那六隻,不用給評分 最主要看前面那六隻 剛才看到勝利忠聲,在彎位夾一夾 然後移動了 一檔馬這隻金樽一號 起碼看到彎位肯追上來 是自己追上來 當然現在不知步速如何 但起碼看到有少少細頭 我覺得這隻馬好一點 31分當然是好處 但很明顯不是最好的時候 8.75,海王區 之前看到他開始越來越近 下線敗Invincible Spirit的兒子 泥地會厲害 追上去有點細,如細不錯 我給九分水準 小贏 時間不算快,但全程捉到十一 看到潘頓有少許挨喉的身 去定住我哥哥的頭跑 不讓他走 但回到來都很好走勢 九分水準 但到字簡,不給評分,散了 夜日有,回到來也不多 勝利忠聲不給評分,日輝王8.75 可以再好一點 就是不懂得贏 但長期要拖腳 43分也要拖腳 平山新升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好 有少許退化 退化了多少 所以我不給評分了 轉兩轉 是否 轉兩轉在哪 在前面 現在 這隻Smart Missile 下線是Karnegi 鬆鬆地的地會OK 回來也算輕鬆的 你看 那些馬要騎 他是輕鬆回來的 但是 不太多 所以8.5 天分高 在前面回來的 在前面回來的 之前試襲也試得很好 上線是Swiss Ace 下線是Darcy Brahma 泥地比草地 應該 試得很輕鬆 九分水準 這些馬跑泥地要留意了 有力回到來不多 逐步贏也不行 紅色衣服 這是什麼 那隻 每天有算 只會給8.75 只會給8.75 有少少走勢 試得最好是曉贏 這隻馬 海王區 天分高 這三隻都試得很好 曉贏 雖然我給9分水準 但其實是初起 可以更好 今春一號 留意這隻馬 現在平均好著數 跑泥地1650米 看看會不會再試多貨集 勝利中式 我想不轉馬房 暫時都不考慮 看見這隻馬完全操不起 不知道什麼事 看完第五組 第五組只有四隻馬 65分 美麗笑聲 最高分 最低分是24分 精算赤炎 時間1.02.09 由我去找 因為只有四隻馬 省一點時間 準備一步 一起步時比較快一點 是外面的銅板板 現在在第二位 貼了籃 美麗笑聲 第三位跑得好 三個馬位之後 那隻叫做精算赤炎 頭馬千里馬 五個馬位左右 銅板板在二疊位置 領先半個馬位 一條馬頸 現在這隻美麗笑聲 忍不住了 力抓他 都仍然可以過到他 第三位在三疊位置 跑得好 在內蘭捐上來 包尾位置 越追越近 那隻是精算赤炎 24分的馬 這個評分應該是隨時上名的 美麗笑聲領先了 越來越多 就算靠後身 拉著馬也好 好肯走 領先了一條頸位左右 在第二疊二位 銅板板 外面最近鏡頭 跑得好 在內蘭 包尾位置 仍然是精算赤炎 頭馬至美馬兩個馬位 美麗笑聲 彈一下彈一下 都很輕鬆 仍然是拍著銅板板 但銅板板 挺好走勢 第三位跑得好 也很輕鬆 包尾位置 精算赤炎 拉著不讓他走 那隻美麗笑聲 都是贏你的 銅板板第二名 第三位跑得好 精算赤炎 第四位 美麗笑聲九分水準 同胸盆 52分 CAPITALIS 這隻 來得不錯 但這組集時間太慢了 1分02秒09 我覺得勢頭可以再好些 但我都會給8.75 跑得好 慢時間 回到來可以好些 8.75 精算赤炎起步慢了 但其實他進入直路 捉緊緊緊緊的 雨勢不錯 我這隻馬都會給9分水準 我覺得他是有狀態 而且是長期要拖 分分鐘這些24分馬 都可以贏 所以我會給兩隻阿蔡悠漢的馬 我就會給9分水準 好了 就這樣 再說一次 11月8日的影片 我在Facebook上 我發了一條影片 發了一條連結 所以大家要看這條影片 自己找回吧 我发的過 này 那是真的 你會給他 卡住 我會給他 我會給他的 你這條影片